上期咱们说了两位日本剑豪 宫门武藏和朵朵木小次郎 今天我们来讲战国大名 前景长正 前景长正生于又四五年 日本近江国小古城 又名原夜场 也不知道为啥取这么个名 后来可能觉得确实难听 就改名新九郎 父亲是北近江小古城城主前景九郑 他的爷爷前景亮正 是北近江守护荆棘士的重臣 趁着荆棘家内乱以下克上驱逐了荆棘一族 自己占据了小古城开始发展势力 由于前景家自立的时间不长 传到长正这里才第三代 自身也没什么实力 他的父亲前景九郑 就像南近江守护强大的六脚家 一直表示屈服 据说六脚家当主 六脚一贤 非常喜欢原夜场 于是在他原服的时候 就担任乌帽子亲 这个乌帽子亲 就是在原服仪式上 给孩子戴帽子的人 承认仪式要行惯礼 中国也是这样 就相当于怎么现在生了孩子 给孩子找个干店 或者西方人给找个教父 基本上是一回事 六脚一贤在给原夜场举行完仪式后 将自己名字中的贤字赐给了他 因此原夜场取名前景贤政 光此名字还不够 六脚一贤还强迫贤政的父亲前景九郑 为贤政迎娶了六脚家重臣之女 这一下不要紧 导致前景家的家臣非常不满 因为贤政是前景家的继承人 而女方却是六脚家家臣的女儿 这就表明我们前景家 跟他们六脚家的家臣一个地位 可能当时呢 前景家虽然屈从于六脚 但是并不是正式的主臣关系 而贤政平时呢 也是对六脚家很不满意 自己的家族常年给人家装孙子 忍无可忍 于是啊 在1560年 趁着父亲九郑外出打猎的时候 贤政伙同一干家臣 占领了小古城 强迫他爹退位 就跟他爹说呀 你别回来了 找个地方隐居去吧 就把他爹呢 流放到了琵琶湖上的竹生岛 就这样 贤政就成为了前景家第三代家都 并且废除了与六脚家的不平等条约 把名字改为前景常政 自己老婆也退回了六脚家 你给他名字不要 给他女人也不要 估计呢 长得也不好看 是个美人也就留下了 然后啊 长正开始积极扩充军备 准备随时与六脚家开战 在同年的四月 六脚家开始与前景家开战 在野良田核战中 长正亲自率领一万士兵 迎击六脚家两万五千大军 长正以寡击众 大败敌军 此一战不仅痛击了六脚 而且还确定了前景家 在北晋江的地位 甚至导致六脚异贤 被迫退位出家 因为被一个小朋友打败了 长正当时也就十五岁吧 第二年也就是1561年 六脚家憋过着报复长正 就联合东边美农的斋藤一龙 一起夹击前景 谁知长正出生牛 独不怕虎 率领家臣奋起反击 在他的鼓舞下 前景家成功的将敌方击退 保住了自己的领地 1563年 六脚家发生内乱 长正抓住时机 领兵南下 六脚家因为自顾不暇 无法抵御长正的进攻 前景家的领土 甚至延伸到了南晋江的范围 自此之后 南北晋江行事逆转 前景家转手为攻 长正在扩大领土的同时 历经图治 发展经济 加强集权 实力不断巩固 一跃成为了北晋江的霸主 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战国大名 1564年 19岁的长正准备将手伸向东边的美农 而当时风头正盛的大魔王 支点信长 对这位年纪轻轻 具有如此功绩的小兄弟 非常青睐 再加上对美农处于同样的目的 于是便开始与长正不断接洽 两家开始建立一些外交关系 后来支点信长得到了美农三人众的倒戈 将整个美农收入囊中 开始了天下不武之路 准备拥立足立一招为将军起兵上落 信长将自己的妹妹支田氏 嫁给长正为妻 两家结为殷勤 组成同盟 据说这阿氏是日本战国第一美人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他跟长正一共育有三个女儿 长女前景茶茶 次女前景初 三女前景江 这三个女儿没有一个是废的 著名的前景三姐妹 长女茶茶不用说 嫁给了猴子封臣秀吉 就是殿殿 生了封臣家继承人 封臣秀赖 三女阿江 嫁给了江户幕 第二代将军得穿秀忠 是三代将军得穿加光的生母 她的女儿还嫁给了天皇做皇后 甚至她的孙女都做了天皇 那就是明正天皇 日本有好几个女天皇 也就是说 现在的天皇 也是前景长正的后代 二女儿二初 稍微差点 嫁给了自己的表哥 荆棘高刺 但是也是大明夫人 而且这两口子 命很好 因为他们一辈子 都沾那两姐妹的光 她老公外号 叫萤火虫大明 就是因为 她总是沾着两个姨子的光 大姨子小姨子 沾姆湾的光 然后节节高升 毅力不倒 因为这萤火虫的光 是从屁股发出来的 所以说是一种灭称 就叫她萤火虫大明 相反 他们母亲阿世的命 就不太好 先后嫁了两个老公 都早早的死了 常政和阿世结婚后 非常恩爱 知田家与前景家 也结成了同盟 常政亲切的称信长为兄长 成为了信长的小迷弟 而信长 趁机一路高歌猛进 成功上落 建立起了掌控将军的 知田家政权 信长掌权后 这将军就开始不满 信长对自己的控制 于是广发席文 号召大明们对信长展开讨伐 组成信长包围网 由于信长有同盟 常政并没有什么动作 可是不久 信长开始对包围网进行反击 第一个目标 便是越前的招仓一警 这下常政尴尬了 因为招仓家曾经有恩于前景家 并且两家世代交好 早已有盟约在先 在常政的爷爷前景亮正时代 由于被六角家打败 而逃到了招仓家 后来招仓出兵 替亮正收复了小古城 并且出面与六角家调停 此乃兴灭济绝之恩 而且在与信长递结盟约之前 常政就提出了 不可与招仓家为敌的条件 信长当时满口答应 很快呢 招仓家的求援信就到了 于是家臣们又开始讨论 常政犹豫不决 此时被常政接回来的父亲前景九正出来说话 那就开始坑儿子了 他爹就说呀 不能忘记招仓家的恩情啊 况且你跟信长算不上平起平坐 更多的是从属关系 信长灭掉招仓家 会不会也将攻打咱们前景家呢 正所谓唇王齿寒呢 九正这么一说 再加上家臣们都同意救援招仓 于是常政在众多压力下决定背叛信长 1570年 信长与招仓一警在金骑城大战 此时的常政开始朝信长出兵 准备在信长不知情的前提下将他包围 然后配合招仓家的部队将其歼灭 传说常政的妻子阿世 为了保住哥哥的性命 派人向信长的前线送取信物 信长拿到之后一看 有点不明白 阿世送来的是一袋痘子 前后两头都被绳子捆住 这个时候猴子说话了 就是风流秀吉 这家伙鸡贼啊 他对信长讲了 这是阿世夫人在告诉咱们 我们被前后夹击了 定是这前景家背叛了主公 这么一说 信长如梦初醒冷汗之流 啥也不管 骑上马带上人就跑 留下猴子跟明智光秀等人殿后 猴子也不负众望 拖住了敌军 自己也安然退回 使称金旗殿后 据说信长回城时啊 身边只有十几人 可见当时有多么凶险 可是这一下 却彻底惹恼了信长 老虎腿上拔毛 不要命了呀 随即对香港人等展开了极大的抱负 在同年 信长联合德川家康 与长正和招舱一警 在晋江紫川和园开战 双方拟来我往死伤惨重 据说河流都被染成了红色 长正与招舱最终不敌信长和家康 败退小古城 此战使得长正实力大减 此后再也没有能力 与信长正面对抗 1573年 随着信长包围网逐渐被击破 支田信长开始找自己的小妹夫 秋后算账 在一圣谷之战消灭招舱家之后 于当年九月 包围了长正的小古城 猴子封尘秀吉 作为先锋攻破城池 长正的父亲前景久正 切腹自杀 长正自知局面无法挽回 于是将妻子阿世和三个女儿 送到了支田家 在拒绝信长的劝降之后 率领幸存的120人 冲入支田军中 战至精疲力尽 最终切腹 享年28岁 长正死后 他的长子 九岁的万福丸被捕获 信长处以穿刺之行 非常残忍 主要不是阿世生的 跟自己没关系 次子万寿丸 才出生不久 被抱到寺庙隐藏而保命 前景长正年少有为 凭借自己的魄力和才能 一跃成为北近江霸主 是一颗闪耀的战国新星 而且幸运的得到了大魔王 知田信长的青睐 本可以踩着巨人的肩膀 飞黄腾达 将来成就一番霸业也无不可能 可惜的是 自己坑了爹 爹也坑了自己 在关键时刻背叛信长 魔王的怒火如惊雷一般 打在了自己身上 导致了自己英年早逝 看来背后捅刀的事 是不能干地 好了 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 下期再见 拜拜